连摩西都不能够守这个诫命 第一届 第二届 不可以有其他的神除了耶和华以外 也不可立鸡牛犊 不可立偶像 可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就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些的字句是定他们的罪 所以你可以了解在这里所讲 摩西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 是叫人死的执事 而且在这里也提到 当他见了神的面之后 他下山 他脸因为面对面的看见神 以至于就有荣光 但这个荣光是会退掉的 所以摩西就用帕子把他脸蒙在他的眼上 不叫以色列人看见这荣光的退去 所以从这些事情当中 保罗就用这种的领受的指示 和他所领受的指示来做这样的对比 他对比照着这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 乃是提到说 神托付给保罗 其实也同样是托付给我们 在这经文当中所讲的 乃是凭着圣灵 因为在旧约当中 圣灵并不永远与圣徒们同在 但在我们教会的时代里头 圣灵永远地住在我们信徒里头 所以这指示是凭着圣灵的指示 而且是新约的指示 那旧约将要被取代 而且这个指示 保罗讲说是属灵的指示 是取代那属死的指示 而且这指示是称义的指示 因为保罗所传讲的 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 使人能够与神和好 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 使我们能够得着 义人的这个职份跟地位 所以这是一个 使人称义的一个指示 但相反的 摩西在那时候所颁布的诫命 使人知道没有办法做到 以自己人被定罪 而且保罗又提到说 这是一个长存荣光的指示 因为圣灵不会离开我们 圣灵的工作 一直的长存在你我的心中 那这个荣光 有的人大 有的人小 但是永远不会离开信徒 不像那摩西的脸上的荣光 就不久就完全的废掉 所以这新约的指示 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 让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荣耀的指示 给了它 也托付了我们 每一个信主的人 那既然我们领受 这荣耀的指示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 继续地来学习 我们怎么来回应 这个托付 荣耀的指示 好不好 我们一起继续来念 十二节到十七节 一起来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大胆讲说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人不能定睛 看见那将废者的结局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 颂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接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 已经废去的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 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这段经文 我们怎么来回应 就是在经文当中 所告诉我们 我们既然领受了 这个荣耀的知识 我们就应当放胆地 传讲福音 不像摩西 把帕子蒙在脸上 我们乃是敞开脸 然后放胆地 讲着荣耀的福音 保罗他自己 经历了这个荣耀 因为他自己蒙恩 得到这个赦免 得着圣灵 他自己也在侍奉当中 怎么样 经历了这个荣耀 因为他看见福音的大能 人们因为相信了神 结果就生命改变 他们就得着这生命 得着圣灵的能力 他们也得着 生命里头的荣耀 所以当保罗知道说 他有这样一个 何等确定的盼望 以及果效以后 他就愿意大胆地来传讲 既然这个执事 这个盼望是这样的确定 这样的大有荣耀 保罗要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大胆地传讲 那我们怎么来传讲呢 在这经文当中告诉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来学习 这传讲乃是透过 我们传讲福音 也透过我们 生命的一个见证 也就是基督徒的见证 那这个命令是已经 托付给你跟我 不只保罗在这边讲 彼得在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也是这样讲 他讲说 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你我 他讲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善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 传扬那造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这里一再地看见 神给我们的托付 就是要我们把已经领受 已经知道的神的荣耀 要传给那些 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 借着我们传讲的福音 也借着我们基督徒 生命的见证 我自己回想 在当初还没有得救以前 其实 神已经透过 许许多多的圣徒 用诸般的方法 将神的荣耀 来传递给我 我相信你们也同样 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当我回想以前 这些的情况 我觉得这些都是神 祂的怜悯 在我还没有得救之前 我所念的大学 就给我免费的圣经 让我能够来 学习神的话 即使在那时候 我并不接受 也不明白 同时在我所认识的 同学当中 也有一些基督徒的同学 他们也邀请我 去参加聚会 虽然在那时候 我拒绝他们 也取消他们 在我同学当中 也有人是基督徒 当他们毕业的时候 去要结婚 他们在教堂里结婚 也在那种情况当中 我得以进入教堂 也看见 也听见 牧师们所讲的一些的道理 但是我心里头 仍然是刚硬 当我在走路的时候 也有不认识的路人 就派发了弹章给我 虽然我那时候 非常不耐防 同时一转身 就把他丢在垃圾桶流 但是这仍然是神的怜悯 等到我来到美国之后 我的研究所的教授 还是有基督徒 他们也是愿意 将福音介绍给我 但是我仍然是不愿意 接受在那个时候 甚至我自己的父母 他们在一生当中 他们信使了每个礼拜天 去教会来崇拜 这本身也是一个见证 让我也受到影响 还有许许多多 在当年许多的圣徒们 他们非常有爱心的款待 那时候单身的我在美国流血 那这些都是神恩慈的 来表现出来 将祂荣耀彰显出来 弟兄姐妹 我指这些例子 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 让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托付 因为这责任已经给我们了 我们若是甘心的船 我们就有赏赐 若是不甘心 这责任已经托付给你跟我 那我们能够怎么来 把神的荣耀传给那些 还没有得救的人呢